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一鼓冬季季後風 今天是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香港今早的天氣都頗凍 去到早上6時多為止 香港各區的氣溫普遍都下降到12度或以下 大家如果需要早出門口的話 記住都要穿足夠的保暖衣物 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見到廣東沿岸上空都有一些低雲系覆蓋著 不過幸好雲層就不是太厚 預計日間雲層轉駁 我們都有機會見到多些陽光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將會大致多雲 早上寒冷 預計日間就會漸轉天程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17度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的偏北風 而初時是風勢清淨 預計來近一兩天天氣都不太差 不過留意電腦預測圖見到下個星期 頭星期一的時候 就會香港附近受到一些雨帶影響 所以我們展望 明天早上仍然是寒冷 而日夜的溫差都比較大 下個星期頭 星期日一的時候 氣溫會稍微回升 不過留意星期一也會有幾陣雨 這一節氣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